冬天属实是伤不起啊兄弟们 听见这呼呼的海风 就知道到底有多冷啊 但是这依然阻挡不了掏称王的大洋啊 近来的善良的人们给大爷一颗小红心吧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 喜欢户外捉海鲜的老铁 别忘了双击家观众 当时赶海人碰见这位大叔 那就是小吴兼大吴 别说捉海鲜的速度真快 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 这么冷的天趴在水里真的是不容易 只为了能给家庭增加一点积蓄 可怜天下父母心 请为这位辛苦的大叔 点个双击 喜欢看大海照 现在加个关注看我直播 好了朋友们晚上好 在这个新的海域 这个海鲜也是变得不一样了 看到没有 这是我干海直播的时候 发现的这几只特别漂亮的这个水母 还有那个六角海鲜也是特别漂亮的 手机还有电 留下个免费小红心 11点直播了 记得关注我 看我今天晚上深夜干海直播 来吧兄弟们 这个东西叫做墨鱼 它身上面有一块宝贝 就是它背后那一块大硬壳呀 这个东西可以入药的 可以治疗很多的病 进来的老铁 如果你手机还有电 或者来着WiFi的话 给老弟留下个双击 要也没人给呀 关注我看八点直播吧 来个兄弟们 今天在海边捡到两只沙包 一样大的血哈 我就随身带了一把工具 给它解开 掰成两半以后 用清水清理一下 撒上葱花 浇上热油 我那个去 美味到不行 如果你用的是WiFi的话 请帮忙给主播戳一戳屏幕